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明天就正式投票 而在選舉前夕 拜登在兩場選舉集會當中都連環出事 其中一場他更加是情緒失控 當然這個亦是多少反映得到真正的民心向背 究竟是怎樣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說一下 昨天在密歇根州 拜登就扮演充滿活力 去跟一些汽車製造工人 當年來交流 只不過 這真是出事了 事緣他就被一大堆汽車製造工人包圍著 本來都說得好地地 大家都客客氣氣 但是 當那些工人開始質疑拜登的經濟政綱的時候 拜登就開始說一些難聽的說話 首先他就 謾罵這個工人 說他講話就是 You are full of shit 大概意思就是這個工人說話就是胡說八道 問題就是你身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當你去當面跟群眾交流的時候 你扮謙卑也要 你怎麼能夠完全是不尊重選民的意見 你怎麼能夠當面說這些說話呢 好了 說說拜登似乎的情緒就有多少不穩定 開始失控之下就說了這句說話 他就跟工人說 I am not working for you 即是說我不是為你服務的 真是好笑 首先來說拜登出席一場選舉活動 目的就很簡單 就是要組織動員群眾出來投票給你 但是竟然你可以說出這句說話 我不是為你服務 請問你是為誰服務呢 而且你是對著一個汽車製造業的工人說這番說話 而密歇根州正正就是一個汽車製造業的基地 你當著工人面說出這番說話 其實就是會傷了很多工人的心 他聽到說你不是為我服務的 最低限度他就不會投票給你拜登 甚至乎生氣的 明天 在這個正式投票的時候會投給特朗普 所以 由此就可以反映 拜登不僅是他的認知能力 是出現了問題 而且在情緒控制方面 也做得很差 其次的就是 這個拜登之前還煞有介事 這樣出來 假裝謙卑 就說 無論你是民主黨 或者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我拜登將會當選成為美國人的總統 當你對著稿件去照讀的時候 當然是萬無一失 但是這個世界 往往即時反映 才是最能夠反映得到 一個人真正的思維模式 那個本相究竟是怎樣 原來這個拜登就是看不起工人 說明不是為你服務 好笑 你不是為這個工人服務 你是為什麼服務 你身為一個美國總統的候選人 跟美國的選民說不是跟他服務 難道你是跟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服務 這些人心浮氣躁 不知道是不是敗仗以情 除了說他在密歇根州這次失控出醜以外 其實他在29日的時候 出席佛羅里達州的一場演講的時候 也是被現場的民眾聲討他的 撻伐他的 當時拜登指控特朗普 施政腐敗 台下有幾個群眾 開始打斷拜登的說話 拜登你在說謊 真正腐敗的是你的兒子和烏克蘭的事件 接著說說說說到最後 有人補了一句 說特朗普是清白的 當面對著台下群眾一連串指責的時候 在台上邊的拜登 竟然 就是呱若木雞 毫無反應 他連否認這些說法的能力都是沒有 你起碼來講 當你對著台下群眾質疑你的時候 你拿著咪咪的 你是有發言權 你是有主導權的 為什麼你不去反駁別人的說法呢 別人說到你兒子 你就告訴別人你不知情 別人說到烏克蘭 你就告訴別人你是沒有參與 他連這些那麼基本的辯駁 他都不去講 究竟拜登的即時反應是不是差得那麼厲害 照計就不是 他在密歇根州會見那些工人的時候 他都懂得說這些說話出來 爲諾別人 沒理由面對著台下的群眾指責 他是完全不出聲 我相信 他的競選團隊背後其實已經是談好了 凡是有人拿他那些涉及貪腐的醜聞出來說的時候 他就索性完全是零回應的 因為避免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多錯多 正如我剛才所說 一個人的即時反應 就最能夠反映得到他的真實面 若然 有個人兜口兜面 在這裡質疑你 說你貪腐涉貪的時候 如果你去跟他吵架 分分鐘 就會出現了一些破綻 就會露出馬腳 就有端藝 所以他索性就不說了 但是來講 拜登 得到了很多媒體的群星拱照 而且那些社交媒體 又偏袒了拜登那邊 但是又有什麼作用呢 始終來講 一個人的思維 往往就不喜歡 受到束縛和限制 當你越要封禁這些消息傳播的時候 有部分人 就會開始反動了 所謂 就會開始叛逆了 肯定就會自己 找來看 你越禁就越八卦越要看 所以打算封禁消息 這些行為 只會是產生一個反效果 當然 我都知道 有部分人 包括美國的人 他們就是主流媒體餵什麼給他 就吃什麼 他永遠不會主動上網去找資料 事實上是有一群這樣的人 不要說美國 香港也有 所謂就是 一群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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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就沒辦法了 但是如果一個人 他有求之欲的時候 他有求真相欲望的時候 他一定會自己找到 拜登 就已經是連續兩鑊遭到選民的柴台 至於 特朗普 在 最後這兩天 的行程 究竟是怎樣 真的不得不讚揚他那種的魄力 和體力 74歲高齡 剛剛才中完武肺好 不要說中武肺 就算是感冒也好 但是當他一好的時候 馬上就已經安排到 選舉造勢活動 非常之緊密 在最後這兩天 特朗普甚至乎是一天 走五場的選舉造勢 一天跑五個州 只是比拼體力和魄力 特朗普就已經贏了拜登一條街 反之拜登在昨天下午 就只是出席了廢城的兩場選舉活動 你是同城活動 坐車就算了 特朗普是坐飛機 州居勞頓也是 而且特朗普一件事 真的不道理不服 特朗普搞的活動 大部分都是在露天的 情況之下搞的 會有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他在密歇根州 拜登又去 特朗普又去 特朗普去的選舉造勢 萬人空航 圍著他很多人 這些不是 特朗普造假 或者是 特朗普擺位的問題 而是真真正正的 你看到密歇根州的活動 是站滿了人的 而當時是露天的 是落大雪的 但是也遮掩不了 民眾對他的熱情 這件事就很重要 特朗普的演講 往往是很能夠 帶動得到 現場民眾的氣氛 是會高漲起來的 但相反拜登又如何呢 大家都知道 聽他說話就糟了 又沉悶又暗沉 而且他也一定要照稿讀 就算他在YouTube那裏做直播 他也要用手指描著 叫別人掀第二頁 被他照著讀 所以 這些沉悶的人 怎會帶動得到氣氛才行 說說特朗普的行程 在禮拜日的時候 特朗普去到密歇根州 愛河華州 北卡羅來納州 喬治亞州和佛羅里達州 是舉行了 五場的集會 至於在今天又如何呢 他就會去到北卡羅來納州 賓州 威斯康星州 各舉行一場活動 並且在密歇根州 有兩場活動 加起來 其實就是十場 所以就真的不道理不服 就算有些評論員 支持拜登也好 你只是說拜登 下星期一有什麼行程 待會他是休息的 那就把屁吧 是不是 明天都選了 你今天還可以懶懶閒 到底是不是進入了一種叫做棄選的狀態呢 對嗎 而且呢 在 賓州的一場 選舉造勢大會之上 真是 做到 一望無際 那些人潮 就是 民眾的高漲和澎湃的熱情 近年的選舉活動都少有 甚至乎 連民主黨籍的賓州州長 費特曼 都讚嘆 說特朗普在賓州的確 真是很受歡迎 所以 連民主黨籍的州長都要寫個 服字給他 是不是 大家看看 在媒體上 在媒體上拍出來的照片 哇人真是多得很像矮 換轉是拜登 能不能夠搞到一些這樣的活動呢 有沒有這樣的群眾基礎去支持呢 實際上有部分人根本上都不是支持拜登的 只不過他不老禮 特朗普 Anyone but Trump 所以呢 才是含淚了去投你拜登 什麼都不是真心支持你的 所以你搞這些活動 怎麼會好像有特朗普那麼多人去呢 特朗普的支持者 即是核心粉絲 好了 至於 根據路透社的調查顯示 拜登在賓州領先特朗普7% 只不過 賓州目前 只有25%的選民 通過郵寄投票和提前投票 已經投票了 在未投票的人當中 我傾向相信 特朗普的支持者佔多 因為他們很忌諱 要提前投票 或者是 郵寄投票 因為方主 可以作弊 所以 今屆大選 特朗普對於賓州 也是十拿九穩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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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